羊腩煲出來了 嘩, 先看看 嘩, 你看多棒 可以了, 可以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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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同的效果 嘩, 好美 嘩, 你看這羊腩 真是沒得撐, 你看這羊腩煲 嘩, 你想怎樣吃都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是 羊腩煲 嘩, 這裡呢, 我剛才在這裡買了的 這裡呢, 知不知道多重啊 不是很多 接近三磅, 還未夠 這些是很有趣的 買這些, 如果你在 一般的街市買, 它就分開了 腩就多少錢一磅 肉呢, 多少錢一磅 這裡好好的, 如果你不選 叫它撿, 只有36元一磅 但是, 如果你自己選的 就要60元一磅 它一手就撈下去, 亂撈的了 我當然叫它撈 兩磅左右, 它就撈兩磅 一半, 還要多一點 那今天呢, 炆羊腩煲 羊腩怎麼選的呢 這樣說, 我就 我不是選的, 應該這樣說 這些就是羊腩 多漂亮 一層次分明的, 少少肥的 但是這些就不用炆太久 那這些呢, 就是羊腿了 一隻羊的腿 其實我們反而喜歡吃這些羊腿 便宜一點的 這些, 就算你去哪裡買一隻腿呢 便宜過羊腩很多 就是這個程序了 就是把羊腩 用酸 就是這樣簡單 好了, 用好說再跟大家說 羊腩煲呢, 要很多配料才好吃的 其實 但是呢, 如果你放太多 就複雜化 我們今天就做一個簡單少少的 因為不要那麼誇張 那羊腩煲, 最主要呢 就告訴你 那羊腩煲, 吃完之後呢 撈的生菜就是最重要的 因為吸收一些醬汁來吃呢 就最好吃了 所以, 配料當然要生菜 這些芹菜 有蔥頭的, 你不能吃的 我今天只買了一堆芹菜 甚至乎你沒有芹菜都OK的 那我買了一堆, 這堆芹菜是三元而已 那這些生菜, 我也是買了兩斤的 十二元 OK的, 六元一斤, 很划算的 那最主要呢 那枝竹羊腩波 那這些枝竹, 咦, 這樣的枝竹 一包包的 那, 我有枝竹處理過程的 那, 雪了在雪箱 一打開了就是這樣 一溶雪就可以了 那, 你可以看回我的枝竹溶雪過程 那, 跟著呢, 就冬菇啦 都是浸了去, 浸幾隻 我剛才用微波爐, 浸了幾分鐘 然後浸了, 浸水, 浸了一陣 浸水, 浸了一陣 現在拿上來, 全部是軟的 好, 很簡單 微波爐, 浸3分鐘 浸2個小時, 就變成這樣 這個冬菇 還有一件事, 就是馬蹄 因為這個羊腩煲很燥熱 因為煮著煮著吃 雖然現在是冬天 但是, 你不和回去 不可以的 所以, 羊腩煲基本上 一定要有馬蹄 對, 那就馬蹄了 那, 燜東西一定要放冰糖 很簡單 那, 味道你拿什麼呢 待會這些腐乳 吃完之後, 用來剪的 放些小辣椒 就可以了 那, 燜羊腩用什麼來燜的呢 大部分人呢, 都用這個 南乳啊 很多醬料的 即六七個醬料 放進去燜的 我覺得不對的, 我覺得不好的 我不喜歡的 我只是用柱頭醬 加幾粒腐乳 一起燜羊腩就可以了 這羊腩現在正在熔雪 剛剛 給你看 千萬不要加那麼多醬料 因為 你燜好之後 你還要點腐乳吃的 我稍後做給大家看 枝竹, 雪果和雪箱 現在又要解凍了 你可以看的 枝竹處理過程 我有的 現在大家解凍了 就一條條枝竹了 是不是很方便 不用買回來一支枝再浸 現在熔雪就搞定了 稍後再跟大家說 馬蹄買回來 就要清潔 告訴大家 馬蹄是怎樣選擇的呢 現在很多時候都幾千斤 幾千斤 十六元斤 這裡買了八元 OK的 因為比較漂亮 買馬蹄最好買大粒 大粒之外 你用手指 兩隻手指 捏一下它 四邊捏一下它 一有四邊捏一下它 兩邊又捏一下它 一有軟的 你不要買了 因為它本身裏面都爛了 黃了 啡了 總之你買馬蹄 就逐粒逐粒選擇 這裡八元 也挺貴的 當然要先洗一下泥 洗也不乾淨 不過基本上 免層的泥 你要洗了才可以刨的 先洗一洗它 對 洗一洗它 沖它兩次水就可以了 隨便洗一下它 好 稍後 刨馬蹄給大家看 現在批馬蹄了 批馬蹄很簡單 將兩邊的頭 一邊和一邊 切薄薄的 好了 你不要切得太深 因為沒有馬蹄吃 切少許 割下去 兩邊都切了 是不是很薄 皮很薄 薄一點的 好了 這些心 其實你可以切深一點 切完 這樣就沒有馬蹄吃了 撩一下它 撩一下心去 這樣 馬蹄就完整了 相對 這個頭 如果切深一點 就沒有馬蹄吃 這裡 撩一下它 撩一下它 撩一下 撩了一釘出來 那馬蹄就有得吃了 好了 批完之後就批這個 輕手一點 這個要輕手一點 批 粒粒也是這樣批 如果漂亮的馬蹄 是白酸酸的 如果你選擇軟的 你捏到軟的 這些就變成啡色黃色 不可以的 知道嗎 所以買馬蹄是用手捏一下它 輕一點 輕一點 不要太用力 因為大力 撩完肉 哎呀 斷了 不要緊的 批好了 再跟大家說 那些羊腩肉熟透了 OK的 很漂亮 現在買就最好了 這個時間 其實真的值得吃 說真的 好了 煮滾一鍋水 要來出羊腩 這個時間 怎樣都可以的 我們是出水的 有些人就泡夠薑 讓它出水 它可以醬味 放少許鹽 我跟大家說 我都可以的 什麼都可以的 大家各思各法 少許就可以了 滾了水之後 放下去 出水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羊腩 如果漂亮的 其實 有些酥味更好 說真的 吃羊不酥 有什麼好吃 讓它滾起了 沖水 再跟大家說 出水了 一會兒 它起了泡 你看到 OK的 這些要關火 不要把味道都灑出來 先關火 好了 差不多了 因為已經溶了 雪了 現在可以倒過來 洗一洗羊腩 好了 先把羊腩倒掉 如果漂亮的羊腩 現在有羊的香味 不是酥味 是香味 如果你那些 放了很久 或者真的不太新鮮 那些 真的不行 一層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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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這樣 算死人了 OK 現在的情況 很簡單 你又是當它 好老友 好老友 怎樣 洗一下它 不要緊 洗一些水 好老友 洗一下它 幫一下 看一些肉 逐一逐一做 不要緊的 洗完再和大家說 這麼軟的那些 如果你是冬菇仔的 那你就一隻隻 但是這些大冬菇 這麼大隻 你吃下去都不要那麼大隻 切一下它 我有炆冬菇看的 來看一條片 很簡單 那你就一開二 這裡只有 我用了幾隻 這裡只有六隻 一開二有十二隻 其實一開三也可以 不過一開二有口感 太大隻 就不可以了 OK 切開它 預備 一會兒馬蹄 我又批好了 扔到馬蹄上就可以了 好 一會兒再和大家說 很簡單 一會兒放在腐乳上就可以了 把東西都放好了 好 買了回來 很簡單 又是洗乾淨 簡易做法 我這個是 想和大家說 頭是最多泥的 好 先撕開一點點 先把芹菜切開 首先切開這些芹菜的頭 要做什麼呢 其實它有一點香味 其實放芹菜 你什麼時候放都可以 你怎樣放都可以 一炸就可以 因為它 你如果很早放 它已經沒有了樣子 你燜好羊腩煲之後 你找一條芹菜都沒有 因為它融光了 但是它又有芹菜的香味 對 如果你沒有芹菜 我以前用西芹都試過 洗乾淨 軟到拉屎腩倒下去 有些東西吃一下 OK 好香的 都是有芹菜的香味 好 我稍後再和大家說 要做幾片薑下去 這樣先切幾片薑片 很簡單 幾片都可以了 好 稍後再和大家說 羊腩 首先要加少許油 羊腩都很肥的 但是起鍋都要加少許油 讓它熱鍋滾油 要爆一下羊腩 這樣才會香 爆羊腩都很簡單 很簡單 很方便 OK 這樣就把羊腩 先拿好鑊 聽到聲音就知道 鑊有多熱 OK的 炒菜 把羊腩炒出來 釣起來 不再用噴嚏 做出這個效果 對 爆一爆 現在 它本身都是雪死 這些肉是要熔雪 不是新鮮羊腩 一爆到出煙 OK 然後 這些 我會加些芹菜粒 我不是放太多,只是一棵我买了3元 別人放太多,炒香 因人而異,因人幾件 不要緊,先放小火 把冬菇,馬蹄都放進去 因為我是簡化版 簡化版都兜兜 告訴大家 炒羊腩,不要放太多醬料 因為一匙鬆一點 不要太多,不要太鹹 現在放腐乳 很重要,沒有腐乳 根本羊腩補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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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六粒,不要太多 大家嘗試一下,如果有南乳、腐乳、柱喉醬、蠔油、鮑鱼汁、豉油、老抽、生抽 吃到肚子就很熟,不用太熟,不要吃不到味道 先煮一下,先煮一下,讓它鎖一下原本的味道 嘩,柱喉醬的味道很香 好了,煮一下,用一隻鑊來炆一炆 差不多了,你看到的水,甚至乎你多一點水都可以 剛剛好像將近過的羊腩,多一點不要緊 大火燜至沸騰後,收回小火 最重要是這個,兩點火,看到嗎? 讓大家看到,火就是這樣 慢慢炆一炆,又要沖一沖,雪味,現在沖乾淨就可以了 你看多漂亮,這隻粥很久了 你看回上次的影片,你說多久了 多漂亮的粥,還是一塊塊,沒有爛的 你看看是不是,很企利的,平干水 等它待會就放進羊腩鍋裡 生菜,有兩隻生菜,這些是糖生菜 羊腩鍋,基本上一定要吃這些生菜 說錯了,沒有東西是一定的 難道西生菜不能吃什麼都可以的 那你不少少汁下去,這個硬硬它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硬硬它先 盐硬硬之餘,要加糖的 加1, чи粳ая糖就好, damit的 才可以看到凍貌的味道 盐硬硬 contra它,然後加一些水 蘸了一顆粒 ainda可以 加少少也OK,因為它是很香的 很簡單,我就會加少許水 不會太多的,只有少許 硬硬它 不要緊,倒下去 這個腐乳醬 嘩,很棒 蘸了羊腩 又有糖,很簡單 剛才不是弄了幾粒辣椒的 又是弄色一點的水 嘩,完全不同了 因為有些顏色的東西 就好多了 放進去,待會煮完就可以了 幸好是玻璃蓋 你可以看到的,其實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這樣怎樣 炆了一八字,你不要打開蓋 現在就關火 關火,讓它焗 焗15分鐘至20分鐘 這樣焗,讓它焗軟一點 再試一試 關火,焗了大約15至20分鐘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要用一隻筷子 測試一下它的羊腩 因為有些人要炆得很軟 譬如這塊肉,你可以看到 這塊是齋肉 壓下去 壓下去,它可以黏得起 其實這個口感可以的 現在我先倒進鍋裡 小心 待會我們還要開個鍋 我要加一點 加一點 這個鍋的味道很香 不要太濃 記住,不要太濃 好了 現在這個時間,再打開 最後先打開 這個時候 我們浸了一些枝竹 你看我吃多少枝竹 給大家看一下 吃多少枝竹 這樣就加一點 部分枝竹 不要加那麼多 因為呢 月煮就會很快爛 我們不要加那麼多 因為是一邊吃一邊加的 是吧,和菜 菜就不用煮著 現在這樣 讓它吸一下味道 讓它滾了 基本上可以出得去 一邊吃羊腩煲 稍後再跟大家說 好了,過了鍋一會兒 拿起來了 OK了 那些枝竹 我放了少部分 吸收了味道 一出去便可以吃 剛才 這些芹菜 我用來爆了 這些 現在這些 拌下去 拌下去 煮一煮 就可以拿出去 真的煮著 這些要有鍋煮著 很香 待會一炒一炒就可以了 先煮一煮 一會兒就拿出去了 很香 立即香味 好 我們現在蓋上蓋 煮一煮 我們再出來了 我告訴你 剛才我那個是鐵鍋 那個不可以用電磁爐 這個是電圖爐 如果你用那些 鐵鍋的鐵鍋 很容易焦 用這些電圖爐 可以買的 很便宜 說真的 開了之後 很厲害 它馬上 就像有發熱線一樣 大家看看 紅磅磅的 是否很厲害 很熱的 很熱的 很熱的很厲害 現在就要把它收起來了 預備拿出鍋子 羊腩煮出來了 先看看 哇 你看多棒 來 可以了 可以了 嘩 嘩 完全不同的效果 好漂亮 你看這羊腩 真是沒得頂 你看這羊腩煮 你想怎樣吃都可以了 好棒 好棒 這些什麼都淋了 口感一流 希望大家喜歡 正